大家好 金色玉叶它养成这个脑妆的话呢 观赏价值是特别高的 特别是它的这个叶片呢 非常的小巧 可爱 颜色呢 非常的油绿 那么啊 就是让人爱不释手 但是呢 我们在进入夏季之后呢 有三件事 大家是坚决不能够做的 要不然的话呢 会导致你的金色玉叶啊 没有办法月下 那么是哪三件事 大家千万不能够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强光曝晒 虽然金色玉叶它是比较洗光照 但是它也耐阴 特别是夏季 如果强光曝晒的话呢 很容易把它的叶片晒伤或者是呢 导致叶片脱落的情况 所以呢 大家夏季呢 一定要给它适当的遮阴 给它了足够的闪色光照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频繁的浇水 金色玉叶它其实是非常耐旱的一种植物 它的叶片呢 能够储存非常多的水分 而且它的净杆呢 里面含有的水费是非常充足的 那么夏季呢 虽然呢 这个水分蒸发特别的快 但是呢 金色玉叶它夏季高温的时候会进入半休眠状态 水的对水的需求是比较低的 如果我们频繁浇水特别容易 那么第三个千万不能做的事呢 就是不能够给它施肥了 夏季高温它会进入休眠期 那么休眠期的金色玉叶不仅对水的需求减少了 对养分的需求呢 更是减少了很多 它不是特别洗肥的植物 我们呢 一般都是在它生长旺季呢 可以适当的补肥 但是呢 在夏季千万不能够施肥 施肥特别容易产生肥害 或者是烧根的情况 所以呢 在夏季啊 大家养金色玉叶的时候呢 这三件事是千万坚决不能够做的 那么这样金色玉叶呢 才能够顺利的月下 在夏季呢 也是一颗啊 观赏价值特别高的老庄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